莫婉你严重了 当日若非你的算计 甚也未必会有今日 说起来还是狄风欠你的多谢 这话听着很别扭啊 姚莫婉有些自嘲 彼时他一心喂的可不是狄风 不管怎样 狄风都要多谢二位 今日有幸再见 我们不醉不归 狄风再度举杯 一迎而尽 因姚莫婉的意思 有大下的十万大军 定会逼回大洲 在冀州的三十万大军 再加上断婷婷的死 让姚莫婉 积聚已久的御劫无法释放 于是这一夜 姚莫婉 夜君清和狄风 都喝得烂醉如泥 正所谓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一日午时过后 待三人清醒之后 愁事就来了 启离皇上 战龙将军 率领的十万大军 在下周边境遇到伏击 看旗帜 乃大楚军队 如今 两军城对峙局面 僵持不下呀 在向赵顺 顺面色凝重 忧心地禀报 大楚军队 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敌风万万没了到 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皱眉看向夜君清和姚莫婉 看来 夜红义早就想到我们的计策 所以事先做了防范 哼 品夜红义 他还没这个智商 如果莫婉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铁血兵团 吴明的主意 此人果然老奸巨华 只要想到吴明 姚莫婉便恨得牙痒 那现在怎么办 敌风没了主意 大厦不比楚属 实在没有能力 再派出十万大军驻阵 既然不能给大洲造成重创 那便撤兵吧 姚莫婉一时间 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就在敌风犹豫之际 外面突然传来急报 金面皇上 大齐国军 突然派兵增援我军 如今已攻下大洲两座城市 事为一语 三人皆惊讶 一侧的赵顺 不可置信地走到侍卫面前 你说的可是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 回禀赵相 今早之事 吴王亲自率二十万大军助阵 如今我军势如破竹 属下接到消息时 战事仍在继续 居然有这种事 你们跟风亦涵的关系不错呀 敌风斩眉 能够帮到姚莫婉和叶军青 他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风一寒 亏得有他了 姚莫婉轻舒口气 唇角不惊一勾起一抹会心的弧度 一侧的叶军青 心里却似堵了一块石头 即便冀州解困有望 他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纵使挂在嘴上的笑 都显得极为的牵强 接下来的三天 局势动荡的 犹如敌风颤抖的手指 你 你说什么 敌风神色俱阵 不可思议的看向龙岸前的侍卫 回命皇上 大楚新增十五万大军 与大州一起抗衡我军和大旗军队 战事之际 两军僵持不下 看来这次 吴明是下大本钱 要取冀州了 姚莫婉柳眉紧促 眼中一片寒色 如今胜负难料 可就是不知道 冀州那边的情况如何 叶军青也没想到 事态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忧心忡忡 事不宜迟 孟晚觉得 我们有必要与风一寒会合 下网 姚莫婉看向叶军青后 转谋看向敌风 你放心 朕这便命人准备车马 即刻送两位启程 只是敌风能力有限 如今也只能帮到两位这些忙了 敌风心存愧疚 眼中满是歉意 夏王别这么说 夏王能倾国之力助莫婉 此恩莫婉铭记于心 姚莫婉拱手失礼 之后便与叶军青离开临安 直奔两军交战的平野 从临安到平野 大概需要五天的时间 行至第三天的头上 殷雪意外地出现在了姚莫婉面前 殷雪叩见主人 殷雪的出现让姚莫婉万分的差异 尤其是心顿时凉了一节 你怎么会来这里 是冀州出事了 线下的局势 姚莫婉实在没办法往好的方面想 哦 主人放心 冀州有韩尊主之称 至少还能请上半月 可是半月之后 是韩尊主命殷雪来护着主人 顺便将冀州的情况告知主人 免得主人集中生挫 韩锦衣 她怎么会去冀州的 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姚莫婉只觉得心头一暖 一股莫名的情愫萦绕其间 饶失任何人落魄的时候 得人那样亲力相护 也不会无动于衷的 姚莫婉便是如此 纵然她嘴上不说 可心里 韩锦衣却不是以前的韩锦衣了 韩尊主必是听闻冀州有难 所以才会率领一众手下来助阵 但是乔爷便以连胜曹坤三战了 得人血中送叹 阴血自是感激莫名 嗯 这次多谢她了 姚莫婉微微寒手 脸上闪过一抹欣慰之意 一侧的叶军青 只觉得心闷 那种憋闷的感觉 令她呼吸困难 曾几何时 她也是叱咤商场的长盛将军 到哪里都会有艳羡的目光紧随 可如今 她就好像一个懵懂的孩子 躲在姚莫婉的羽翼下 经不起风浪 只是一个气中 她便手忙脚乱 还要依靠姚莫婉 为她奔波 叶军青忽然觉得 自己真是弱了 所有的自信心 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殷雪 你既然来了 便留下随我们一同去平言 希望事情会有转机 姚莫婉肃然开口 殷雪已然领命 隐于暗处 莫婉 本王想不记住 胜着杀敌 叶军青终是忍不住开口 如今有殷雪在 她也可以放心离开了 姚莫婉沉默许久 终是抬眸 既然王爷有这样的想法 莫婉支持 只是 王爷一定要坚持住 等莫婉回来 清澈的眸 闪动着璀璨的光滑 姚莫婉自心底 不想叶军青离开 可是 她有不能阻止的理由 叶军青一眉想到 姚莫婉会同意 兴奋之余 竟是百般不舍 此间局势顺息万变 她不知道这一次离别 会不会再有重聚之日 好 军青等你 叶军青狠狠点头 狄仙的容颜 透着绝顶的坚定 离别总是让人伤感 可姚莫婉和叶军青 却没有悲春商丘的时间 在叶军青离开 姚莫婉 唤出阴血 主人 属下不明白 您 为什么要让王爷回冀州 以王爷的个性 若冀州 属下 怕王爷会出事 如今冀州有难 他身为王爷 自该与冀州军民共患难 本宫不能让他失了民心 失了军心 再者 此行是去求封一函 牵制楚州的大军 说到底是去求人 这种事 叶军青做不来 他以后势必会为楚王 本宫不想他在谁的面前 抬不起头 至于他的安危 有燕男生在 不会让他出事的 姚莫婉思虑周响 每一步都为叶军青 想得妥妥当当 主人 您这样为叶军青 若他日 叶军青有负于您 阴血便是丢了命 也会为你讨回公道 段婷婷的事 在阴血心里留下了阴影 此刻 殷血指导 这天下间 没有谁 会比主人 对叶军青更好了 你放心 吃了那么多亏 是至今是 只有本宫对不起别人 断不会 让任何人 有对不起本宫的机会 姚莫婉 谋下幽冷 声音带着 悠悠的寒意 笔石 阴血终于体会到了 姚莫婉 这句话的真谛 可是那个时候 有谁能分得清 谁是谁的错呢 出入平野 风亦寒亲自来接 夕阳照射在血迹斑驳的城楼上 依稀可以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战争的残酷 不仅仅是战场上那些森森白骨 还有那些守家的女子 翘首期盼的目光 眼前 那一身戎装的男子 大步走了过来 阳光洒落 那身金甲 闪着灼灼的华光 俊眉心目 气宇鲜昂 风亦寒给人的第一印象 便是王者气焰 和君临天下的威严 此刻 就是那样一个 被世人瞩目的王者 怀里突然钻出一只猫耳 画面顿生喜感 甚至连一脸沉静的姚莫丸 都不由地笑出声来 气王行君 也要带着司卿啊 那猫耳许是认出了姚莫丸 当姚莫丸伸手时 司卿便毫无陌生感地 钻进了姚莫丸的怀里 还不时地蹭上两下 这与之前几次甚为不同 自然 玉寒与司卿 形影不离的 风亦寒的声音很轻 温柔似悦 眼中的光芒 落在姚莫丸的身上时 荡如春水 此番齐王相助 莫丸感激不尽 姚莫丸必须要些 纵然他知道 只要他开口 风亦寒是有八九不会拒绝 可现在的情况是 他没有开口 风亦寒 已然做到了这种地步 十五万大军 如今又追加十万 这样的情分 重了 你说这些 亦寒可就不爱听了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亦寒身为一国之君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风亦寒在强调 彼时大楚皇宫时 姚莫丸的救命之恩 可是 姚莫丸很想说 当日他只是举手之劳 实在够不上 风亦寒这样的涌泉相报 还可是 你是不是想亦寒 跪下来谢你才行啊 风亦寒笑风生地 化去了所有的寒暄 带二人走进行馆 风亦寒命人设宴 却被姚莫丸拒绝了 依姚莫丸的意思 县下军情紧急 实在不适合大白宴席 若风亦寒愿意 他倒是不介意陪风亦寒小拙 于是正听内 风亦寒并退了所有伺候的下人 独留思青作陪 若非齐王出奇至胜 莫丸这场戏可真是很难唱下去了 只是 莫丸不明白 西王何以会突降神兵 坚硬大夏呢 这是姚莫丸一直匪夷所思的地方 依涵就算是神 也不可能算得那么准啊 其实 义涵在得到冀州被困的消息后 便想到了突袭大舟 以迫使大舟回兵防守 解冀州之位 却不想 义涵到的时候 正巧碰到大楚军队伏击下军 再加上你塞大夏 义涵自然明白下军死刑的意图了 既然志同道合 便方上一方 有何不可 封义涵一直以名字称 使得此间的气氛温馨了许多 西王能出手相助 对莫丸而言 的确是个意外 若非如此 莫丸真不知道这一关还能不能过得去 姚莫丸开口间 眼中尽是感激 若你还这般外道 义涵可要撤兵了 封义涵仰装沉怒地看向姚莫丸 姚莫丸无语 只举杯一饮而尽 不知是姚莫丸的酒量太好 还是封义涵的酒量太差 喝到第七杯女儿红的时候 封义涵竟然俯着睡着了 这让姚莫丸尴尬不已 幸而又听风及时出现 命人将风一寒抬回房间 在听风将姚莫丸带到厢房时 那司卿竟也一路跟了过来 这猫儿还真是怀旧呢 姚莫丸觉得司卿乖巧 便抱着进了房间 楚霍觉得司卿的记性 已经好到跟只见了几面的人 就这样熟悉了吗 听风的语气酸酸的 姚莫丸微真实 听风自秀里掏出一块乳肉干 撇到地面上 司卿见了肉干 便跟见了亲爹似的 蹭的从姚莫往怀里窜了出去 见听风欲走 姚莫丸开口拦了下来 听风侍卫若有话要说 莫丸洗耳恭听 姚莫丸没办法忽视听风眼中的冷漠 于是开口问道 楚后真的以为皇上的酒量那么差 喝到一半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听风也没客气 当即转身直视姚莫丸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啊 姚莫丸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在楚后来之前 皇上为了与楚州大军作战 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楚后来的前一秒 皇上才从书房走出来 双眼通红 本想回方休息的 却在听到楚后来的消息后 刻意命御医除去红眼 那该死的御医 也不知道在皇上眼睛里低了什么 看上去竟真的身材异异 跟睡了三天三夜才洗一样 听风的声音带着怨气 明显是在责怪姚莫丸 本宫不知 姚莫丸忽然有些心疼 无法想象 风一寒竟然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可刚刚他丝毫没有表现出 丁点困倦的意思啊 楚后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 就说司星 之所以跟楚后这般熟识 全英皇上平日里拿着楚后的画像训练司星 只要司星朝那画像上蹭上一蹭 即刻便可以得到奖赏 久而久之 司星便认准了 只要冲着画像撒娇 就有肉吃的道理 所以司星再见楚后 才会这样亲切 听风的声音里 依旧带着怨气 希望有心了 姚莫丸其实很想说 久而久之 那画像上的刻仁儿 是不是已经是一身毛了呢 有心 楚后只用这两个字形容皇上的用心良苦吗 那听风不明白了 何以大齐后宫中的所有嫔妃 或多或少都与楚后貌似 那怕只是神色 都会得到皇上的宠爱 何以前朝所有武将都反对这次出征 无人领兵的结果 就是皇上欲驾亲征 楚后一见女流 如何懂得战争的残酷 周楚联军多达四十万 虽旗下联军也有三十万 可出道大洲水土不服 第一便损失惨重 这期间皇上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楚后根本无法想象 听风知道楚后不在乎这些 在楚后心里 冀州和叶军青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听风希望楚后能停留下脚步 回头看一眼那些在你背后默默付出的人 如果楚后还有一点良知 不要再为难皇上了 听风义愤填膺的看向姚莫婉 情顿片刻终身离去 看着听风的身影 姚莫婉苦笑 原来在别人的眼里 自己是那样没有良心的人 主人 听风的话 音血都听在心里 他知道 姚莫婉现在的心情一定不好受 可是如果有第二条路走 主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地赶到大夏呢 本宫是不是太自私了 姚莫婉唇角勾起 眼底一抹凄然之色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想法自然不同 清风身为七王的影位 能说出那番话在情理之中 可他并不了解主人的难处 音血相信 七王的付出 会得到主人应有的回报 音血果然了解姚莫婉 困了 睡吧 姚莫婉有些无语 站在音血的角度 他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姚莫婉如是想 瞬天 在音血者上 战争 firm 雅莫婉 包括 平